現在農民是非常困難 要用電污電 當著縣長的面 二輪鄉長中東榮 提起居民用電困境 而現在也是因為電 捲入太陽能工程弊案 被法院裁定 羈押禁見 要來可能是有什麼根據 我們沒有了解 讓他去處理這樣 鄉長夫人雖然自稱 對光電工程弊案並不知情 但卻在他家 查扣到疑似匯款現金 多達727萬元 怪的是差不多的時間點 不只雲林二輪鄉長設案 在彰化竹堂鄉公所與鄉待會 同樣也被查 我有聽說不知道 哪裡有一個資料要去看 搜索當下竹堂鄉長 正在醫院檢查身體 直接被帶回訓問 在21號夜間以120萬元交保 公所有一些這個 工作是這個廠商得票的 所以只要跟他這個廠商 有相關的要協助票 交保後竹堂鄉長 並沒有回到公所辦公 透過人員表示 他身體不好又得去醫院 針對彰化雲林綠能弊案 疑似因為太陽能廠商 以及找來白手套從中協調 彰化地檢署從下道上 追出有工程關聯的鄉公所 目前二輪鄉長 與鄉待會主席兩個收押 竹堂鄉長則是重金交保 其餘人等仍在征詢當中 3D新聞中部綜合報導